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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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了他们的用来 他们听到这个声音就害怕 给我 给我一个 怎么了 这是谁 给你给我 好 我拿到了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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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尖叫 三重尖叫 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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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 他怎么分身了 这样节奏的按是不是 对 对 尖叫 那我们三二一一起来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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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人 这有个钥匙 这个才是7202 我们刚才只是在机房 这往里推 陶雷雷 雷雷在这儿 雷雷在这儿 没死到现在 陶雷雷是不是要被尖叫一下 雷雷你怎么了 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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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雷 生物连接记忆提取气候会陷入昏迷 生成存储记忆的脑晶体 将脑晶体按照规则 正确放置在脑晶体面板上 按下确认按钮生物即可 它就苏醒啊 苏醒 脑晶体放置规则 脑晶体面板上黑格数字表示 该格四周相名空格可放置的晶体数量 没有数字即没有限制 晶体可以照亮其所在的 同一行和同一链 遇到黑格即停止 且晶体不能被另一晶体照亮 遵循以上规则 将所有空格照亮就放置正确 扫雷吗这不是 扫雷 对 那脑晶体在哪里呢 十十三个 晶体可以照亮其所在的同一行和同一链 就比如说放这儿就稍微量不了任何地方 但是这儿必须要放 你要放多少个 这儿肯定不行 这肯定必须放一个 这儿不能放的给我 这儿不能放的给我 就这么放 来 扫雷 这儿不能 那这儿有一个 这儿 这儿 这儿放一个 那儿得放一个照亮 那儿得放吗 你这里 肯定那个就可以照亮那儿了 这儿 这儿遇到黑格停止 遇到黑格会停止 然后于是这儿三格就都需要了 遇到黑格停止 这儿肯定要放 这儿都需要 这儿三格都需要 对 那就这儿 这儿不一定放 这儿不一定放 对 那这儿不能放的就是这儿和这儿吗 就这俩了 就这俩了 等一下 验证一下 检查一下 对 这数字限制也没什么问题吧 可以的 好像是可以的 对的 好 怎么办 雷雷 你醒了吗 雷雷 加油 雷雷 加油 雷 如果不是碰巧 遇见在我家隔壁送外卖的小德 我恐怕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和小德一样 我和小德一样 都没有家人 他说 家人是他内心的伤痛 他从不会轻易提起这两个字 还记得 那天是小德生日 但我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了 这真的太奇怪了 这真的太奇怪了 小德朋友圈的最后一条动态 竟然是 家人们 我在友园小镇住下来了 这里真的太好了 这里给了他们家 他怎么会随便说家人这两个字呢 我决定 去友园小镇找小德 我终于发现了友园小镇的真相 我应该 已经被盯上了 我假装 放松警惕 剪断了他的出靴 我小小把他的遗体 放入了冷库 伪装成 自己已经被侵占了 我找到了解决小德 和其他证明的办法 可我一个人完不成 我要想办法找人帮忙 触角 触手 触手 是不是刚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那个生物 那个东西 是触手是吧 奪走人类的身体 对 那他可能反杀了一个怪物 对 他醒了 他醒了 醒了 你还好吗 雷雷 果然是你们找到了我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们 我们知道是个骗子 我们知道这肯定是个骗子 没关系的 小镇的宣传广告 也是我发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发现小镇的秘密 帮助我 一起拯救小德 和所有的镇民们 虽然 你们已经解开了手环 但是你们想逃出去 就必须 解除小镇的屏障 最外面那个屏障 结界是吧 对 现在小镇外面的警报系统 已经开启了 你鸟都飞不出去 好